哈喽大家好 许多海外华人出国多年 结果在国内就没有人民币账户了 那么现在要回来 因为各种原因 有的人就问 我现在是外籍了 外国人在中国可以开银行账户吗 我要说能 但是情况比较复杂 今天咱们说说这事 首先呢 我得一个银行一个银行的事 的说 因为什么呀 因为国内几个银行 我涉及到工商银行 中国银行 光大银行 这三个银行 我问过 他们的要求和答复有点不同 而且可能那个业务员 这个分行的业务员告诉你的 和那个同一个银行的 那一个职员告诉你的 都可能不一样 所以呢 为什么呢 我发现 外国人在中国的银行办理 开户也好一些业务 他们银行的业务员不太熟悉 可能是因为这种情况非常少 你想外国人在中国做银行业务 不管是各种各样的是吧 开户啊 什么各种 少 所以他们没有经验 其实各个银行 对外国人的银行业务都有规定 但是他们不熟 所以呢 我发现我去 每一个这三个银行 我去过的 问这有关的事情 这个业务员都答复不了 他要找一圈 问这个同事或者问经理 要两三个人来处理我这个情况 所以啊 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就是 我即使今天我跟你说的 就是我真是告诉你 我碰到这种情况 我是刻意去问了这情况 但是我说的情况 又不见得是全部真实的 只是在这个情况下 到你那个开户行 又不知道什么情况 大家做这个思想准备 好 我现在分享一下 我了解的情况 首先说公行 公行呢 我本来就有一个人民币账户 那就没有说 但是我为大家搜紧信心 我就问 外国人可以不可以开户 因为我那个户头 是以前我在国内 我就一直有 所以不属于外国人开户 那公行的职员说呢 外国人可以开户 那我问 需要什么样的证件 需要你的护照 没问题 对吧 还有一个呢 他说需要你的税号 嗯 什么税号 他说就你们上税的 你们不是交税吗 交税那税号 哎呦 我说我这一年 报一次税 哪个税号 我也不记得呀 那交完了交差了 我也不记得 另外说 谁旅行的时候 还带税号 对吧 我说到底这个税号是什么 你能不能给我问清楚 那我们 我外面一堆朋友在问我呢 他们好有所准备呀 结果他们就 在银行里查出来 那个比如说登进 要开户的时候 他说什么外国人的税号 我说我能不能拍个照 总之 这个工行那一天 我问这个事的时候呢 那个职员吧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他就给我查百度 然后那个中文一个解释 也我也没记下来呢 但是他那里面有一个字 就是叫SIN 我一看这个字我就明白了 他说的所谓税号 在加拿大呢 就是Social Insurance Number SIN 新卡号 咱们都知道 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新卡号 所以呢 这就清楚了啊 其他的国家 可能你们也有那种 类似于这样的 Social Insurance Number 或者在你们的国家叫什么 我不知道 美国欧洲各个国家都不一样 但是你看没有 他这银行 他规定这个 他们的职员也解释不了 我现在由于看到 我是SIN 我就知道 这是新卡 对于加拿大人来说 所以我们在加拿大朋友就知道 如果你在工商银行开户 那么就带你的护照 和告知 你有这个新卡 这个Number 这个新卡号就可以了 你也不需要出示你的新卡 只需要提供这个号码 他输进去 他的那个系统可以走下去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需要一个中国的手机号 哎呦 中国的手机号 你有没有用呢 因为你要输入外国的手机号 那个数字都不一样 跟中国都不一样 他的系统走不下去 这是这个人呢 公行告诉我的 那么我自己呢 没有在公行 实操我 就是我拿着护照 拿着这个SIN卡Number 拿着手机号 来开一个户 我没有做过 这是他们告诉我的 好 这是公行 再说 中国银行 那中国银行呢 我呢 确实是想 开两个卡 我这不是公行有一个卡 我想在开中行 开一个卡呢 一个卡钱多一点 一个卡 钱少一点 这钱少的呢 你知道在中国 所有的微信支付 什么支付宝 打车 都得要那卡 你拿的人民币 你真的是没法用 我打不着车 我在北京整个一走路 要不就地铁 所以呢 我说我弄一个卡 我就还得再建一个卡 好 我到公行问呢 我说外国人 可以不可以开户 可以 正准备给我开呢 他说 我把护照给他 他一看 他看我签证 他签证 我是Q2签证 Q2是什么呀 我在讲 中国签证系列里面 讲过 Q是探亲签证 Q1是长期探亲签证 超过六个月 那么Q2呢 是短期探亲签证 是少于六个月的 那我这次签证呢 就是Q2 而且我们大部分呢 海外华人回来探亲 因为你还要工作嘛 这样的情况下 一般都是 短期签证比较多 Q2 结果呢 他拿的这个 我这个护照 又到里边去了 找他的经理了 弄半天 出来说对不起 你这个Q2签证啊 在中国银行不能开户 就是外国人 你在中国银行开户 你必须是Q1签证 就是只探亲签证 还没说那旅游签证 那些行为 因为我也没有问 所以你看没有 中国银行 给我这么一个答复 也就是说 在中国银行 如果开户的话 你需要有护照 然后你要有Q2签证 是不是还得有中国手机号 这个我不知道 那我就停止在那 就不做了 好 这是第二个银行 中国银行 再说第三个银行 光大银行 这不在中国银行 开户没开成吗 我就去了光大银行 正好就在我们家那 有一个分行 挺方便的 我就去老说 外国人能不能开户 他说能 就给我开户 那么拿护照给他 他看了护照 看了签证 媒体什么Q1 Q2 然后做了一大堆复印 好 现在呢 就又到了那个了 就问我 你这个纳税人号 是多少 那个时候呢 我还没去公行 刚才我第一个讲公行的 那个什么 新卡号 我还不知道这答案 我就 我就没法提供 我说 什么叫纳税人号 我又说一堆那个 我说我不知道 我纳税人号是什么 他们也说不清这个 他说就这么写的 纳税人号 他们也无法解释 到底是在我们的一个 什么 什么样的文件里头 他说我试试啊 给你系统里 先不输这个号 等等 他就往下输 然后呢 就要了我的手机号 中国手机号 我有一个中国手机号 回头我做一期节目 讲讲 中国手机号 怎么弄 这又是一大块 好 也就是说拿我的护照的 前面的信息 你的名字 你的护照号 是吧 然后你照片这那的 然后呢 中国手机号 他一走呢 哎 走通了 系统让他走过去了 哎 他们也挺高兴 你看非常没经验 就是可能 八百倍子碰着 这么一个外国人开户 然后就把这户给开出来了 所以呢 我在光大银行呢 总结来说 拿一个护照 拿一个中国手机号 Q2签证 完成了 所以你看 这就是这三个银行 工商银行 中国银行 和光大银行 在这件事处理上的一个 非常不同的这个要求 对吧 但是简单来说呢 那你就哪个银行 给你开户 你就找哪个银行吗 那么简单来说 需要什么问题呢 护照 然后呢 叫什么 你的中国手机号 还有呢 要带着你的 加拿大人 带着你的SIM卡 好 就可以开户了 开户以后呢 你就有一个 人民币账户 然后你这个 给你一个卡 这个卡 相当于是debit card 你在商店里买东西 有的地方 还有外面是可以付这个的 但是很多小摊上啊 什么 就付不了了 那么 怎么办 咱们都说 外国咱们外国人 到中国就像进村的一样 整个农村的 人家这 啪 手机一刷 微信扫码 什么支付宝 这那的 很多电子付费的办法 但是我们呢 只有 有的人只有现金 连中国的那个卡 银行卡都没有 你想你要买 贵的东西 全部几千块钱 现金特别不方便 所以至少呢 你要有一个银行卡 还有呢 对于那些 即将 以后吧 你要继承 国内的父母的遗产的话 你必须得在中国开户 否则你没法弄 根本没法操作 这是 所以是非常必须的 所以开一个户 不是太麻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